纽约周日举办一年一度的LGBTQIA Plus同志大游行 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推手齐家威 连续三年都来参加 对参与游行的台湾人来说 今年游行意义重大 因为今年台湾同性婚姻确定合法 就在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 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婚专法 齐家威接受专访时表示 这是一场迟来的成功 如果说有更早的几年可以结婚登记的同婚的话 像毕安生教授那些都不会去自杀了 2015年台大法籍教授毕安生的同性伴侣曾靖超 癌症病逝 毕安生由于没有继承权 不能保有两人共有的财产 在2016年选择自杀 因为财产继承他没有婚姻制度的保障就不行继承 所以像毕安生教授他是一个法国人在台湾 他完全认同中华文化 对不对 那生存了三十几年居然 居然被迫要去自杀 那个是很残忍的事 台湾同婚专法独步全亚洲 但跨国同婚依然有不少争议 他只能跟已经合法的英德、法媒、澳大利亚、加拿大 那些国家合法的国家才能有跨国登记 当天那个500多队里面只有15队是可以登记的 可是跨国在台湾那个 那个COPER有400多队困难登记 其中马来西亚就占140多队 既然已经跨出第一步 齐家威认为 要推动跨国同婚登记办法 就没那么困难 台湾是目前来讲话 虽然中国政府不承认 但是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护照、钱、邮票 就是我们还是主权独立 没有必要像殖民地一样看别的国家脸色过日 对 所以不管别的国家合不合法 我们就应该可以 所以这个难关并不难突破 所以我认为是一两年就可以解决了 今年是台湾同婚元年 也是同志平权史十强起义50周年 说到人权问题 对照世界上的某些地方 台湾人应该感到骄傲和亲信 以中国大陆最难处理的就是人权的议题来讲 我们台湾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是蛮自豪的